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来订阅按钮跟铃铛 这个就是我们IH FB还有Twitch 那有在经营YouTube的人 那应该最近之前前阵子 有收到一个美国的这个 YouTube创作者合作伙伴 都必须要提交税务资讯 那这个税务资讯是什么呢 讲简单一点就是 因为来自美国的税务来源 就是要收30%的税务 但对大事而言啊 大事的频道基本上是 应该是没有美国地区的人在看啊 所以对我影响老师说也比较少 那假设说 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个设定的话 那他就把你预设成 你是美国人 那你就会被扣 我记得是被扣到24%的税务金额 也就是说你的YouTube收益就很少了 然后你又拿到钱的话 然后又再又再被扣 有这么多的税务 那基本上你的收到的钱就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那所以大家有在经营YouTube的话 不管你也没有美国所有的来源 那建议你你都要填 好那我们怎么填呢 我们一样去Google AdSense 这边 那你的付款这边点进去 那点进去之后 上面应该会提醒你 就是管理税务资讯 点这个进去之后 那都会出现美国税务资讯这个地方 这个页面 那我们点下去加入税务资讯 好那他会跳出一个视窗啊 叫你重新登录 那你就继续登录 好 那登录之后呢 就是他会写为了协助正确的税务表单 要回答几个问题 那我的账户是哪一类 那我们选个人 好 我我自己是个人啊 那你是美国公民或居民吗 不是 好 那我们税务表单呢 主要我们是要选第一个 W8B1N 这一个 我们开始填写 那有点久 那再来税务身份 税务身份的话 这边就写你的英文名字 就是你当初填 Guru AdSense 这边你填的资料 然后跟你的银行账户 都填一样的名字 然后你的营业名称或 无实体企业 那基本上这个可以不用填了 然后我们国籍选一下台湾 台湾 然后这边填你的名字 然后外国人是跟美国这边 基本上你应该是没有了 然后填完之后呢 我们再按继续这样子 好 再来会跳出地址 那地址是一样 选择地址 然后有地区号 你的县市 然后你的城市 然后这边就表到哪里 那你去做选择 这些都填完之后呢 要输入地址行 那地址行这个部分呢 因为你已经填了就是 县市 还有你住哪一区 那地址行那边 你就要填的路名就好了 但是这边路名 我建议各位是写英文啦 那英文的部分 可以去中华邮政那边去输入 然后可以查询的英文地址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 的话我底下的 附那个中华邮政的翻译地址 翻译英文地址的连结给各位 好 那全部都填完之后呢 全部都填完之后呢 我们就选这个游记地址 与拥有区域地址相同 那你就不用再填一次了 只是因为他后面还有一次嘛 那你就再按下这个就好了 OK好 然后按完之后 我们再按继续就可以了 好填完之后呢 那你会看到你的 下一步就是租税协定 那租税协定呢 就是说 你有没有主张自己 有交集的预扣税率吗 那基本上是没有 那就够否 够完否之后按继续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看到一个 是不是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也是可以点进去看的 那点完之后 你是说 点完之后看完 OK你就按下这个 这样就好了 然后按继续 好 那刚才那个如果点完之后 确认之后 他会继续跳下一个步骤 那下一个步骤 主要是问你说 你的就是你的收益的收入 签你的名字 那就刚才我们填的那个 英文名字一样 那你是否为签名区所列人士 那是本人为签名区所列人士 且这份表谈是本人亲自填写的 都填写完之后按一下继续 好 接下来会跳出第六个步骤 在美国进行的活动 有提供服务以及切捷书 那第一个要填的税户身份部分 是所列个人 或是你是不是在美国为Google 执行任何活动和服务呢 那我们这边填否 然后本人保证 呃 向Google和其他企业提供的服务 均在美国外 进外进行 那我们这边要打个勾 打个勾 然后再来是你要针对哪种付款 资料提供税户资讯呢 新的付款资料或从未用于收款 现有付款资料 那简单简单一点就是说呢 如果你已经有收到Google给你的钱的话 那你就是选第二个 然后再来继续打勾 这样就可以了 那假设说你的频道是还没有收到Google给你钱的话 你就选第一个 这样子可以吗 是未收现款现有资料 那大师的频道 因为我已经收过Google的钱了 所以我就选第二个 好 那我们提交之后 你就会看到 出现一个框框 然后上面有写你游走地址 跟游记地址 然后跟你的提交日期 那基本上你填完之后 基本上都会直接显示已核准 那 我为什么发那么大呢 因为旁边有我的个人资讯 OK 反正就是 你填完之后没问题的话 他又写状态已核准 那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放心 就是继续进你的频道 那只要日后你的频道来运的收入 如果有美国的相关的税务的话 那他就会扣掉30%的 那这边的话 我猜 他的应该是说美国人在美 就是在他们地区收看 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他们美国地区 收看你的频道的话 你赚取的那个金额就被扣了 我猜应该是这样 不过因为倒是没有 主要没有这些外国朋友在收看 美国啊 主要是美国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对我的频道来说 影响大不大呢 基本上应该是不大啦 OK 那有什么问题 就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询问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和铃铃铛 记得追踪我IG FB和Twitch 感谢各位 拜拜